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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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 друзья к словно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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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s 這包是什麼呢?是塑黃錢 你的塑黃錢太大包了 結果躺下去的時候方向不對 就壓到也是腰痠背痛 結果小兵你拿去花 那些塑黃錢拿去花了之後 重慶裡又有奶奶就不會腰痠背痛了 腰痠背痛是被錢壓到腰痠背痛的 所以你喜歡什麼? 喜歡美色 七老八老到最後你什麼都不喜歡 沒你再錢你也不喜歡了 所以說這些都是你的身體所歷練來的 但是我們今天所要追求的境界更高 永遠不滅的就是你的靈魂本質 留在靈魂本質裡面的它是永永遠遠的 你看喔 你有看過會讀書的人嗎? 那個會讀書真的很厲害 所以書到今生讀與詞 書到今生要來讀與詞 要講這個課 這個也不是這一輩子讀來的 那個是已經好幾代就這樣送進來的 你要坐在這個地方聽這個課 也不是這個當下要做下來的 你已經好幾代都當住宅 當慌張了 你今天才會坐到這個地方 你不能小看 你不能小看 你現在在你的硬碟裡面都已經裝好了 我今天是要把那支鑰匙把你打開就好 一打開啪啪啪啪啪啪啪 幾天後你就嚇嚇叫了 不要多久你就可以期待我站在這個地方 笑一下好不好 對啊 對 真的 真的 我就是過來人 我讀書的時候 我很喜歡理工 我sign cosign tinnum cotinnum很厲害的 這個中文對我來說真的很可憐 我當初參加聯稿也是被這個國文把我壓掉的 把我分數拉低的 但是想不到那sign cosign tinnum cotinnum 以前都沒有幫忙我賺錢 想不到以前我分數考最低的那一科 我現在嚇嚇叫 嚇嚇叫啊 嘿 就到這個地方拿 我聽了之後到最後 我聽三年就開竅了 我聽了三年 我站在下面一直跟著抄 都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很認真人家誰什麼就抄什麼 那些東西那些筆記本 我太太說要把我拿去丟掉 我說你不能拿 那以後我數了之後 把我當作紀錄 表示我以前很認真誰做啊 因為現在都用打電腦都沒有抄了 以前都是抄下來的 就是開竅喔 好奇怪 就什麼好像都懂了 就這樣開竅了 等於是一個 一個樸被包住了你知道嗎 那鑰匙一打開之後就會了 所以你不能小看你在做這個地方 你本身就已經記過了一個很好的慾 只要琢磨下去 他一跑出來 就是孫家不還 家族連城的一塊寶物 所以不能小看 不管你的年紀 不管你的年齡 喊開竅就是開竅 太多人了 我看到很多人 平常連講話都不會講 奇怪幾年之後在台上嚇嚇叫 整個都不一樣 所以說實在我們道場造就了很多 很多講師 你們有感覺剛才我們領班 等一下是主班 很會講課嗎 有沒有感覺 有 他是有來修大 不然他是村姑你知道嗎 村姑你聽懂嗎 他住在那個大 何必啊 何美 大城 大城 大城那個地方是村莊嘛 對不對 你看我們那個蔡寧金點還是 那個不是村姑 那是村姑的海邊的村姑 對不對 你看他到這個地方來就會有粉絲主廚了 因為我們給他平台嘛 給他平台 他就有那個機會 就粉絲講 你看隨手 你看喔 我慢來的時候 全部那一段半個鐘頭都沒有打稿這樣撐上去 是不是 是 隨便拿起來都是東西 那個就是那個門打開一下就開始很多了 很多 剛才他有拿稿子講話嗎 沒有啊 厲害厲害 所以這個村姑要改為仙姑好不好 仙姑了 這整個會不一樣 所以你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種在零性的需求 人窮怎樣 住不窮 別人不知道他的方向要怎麼定下 你今天已經在道場聽這種課了 你希望你抓住 抓住 你滾著進階班來走 第一點 滾著走 你不一定寫了很多東西 但是好奇怪 應用到一段時間之後 他這是有用的 第二點 我們裡面有行政的部門 這些課你喜歡寫什麼你就寫什麼 就像今天有那個攝影課 有照相的課 你當個爸爸 生了幾個baby 如果你會照相 你會把你的小孩子的相照得非常好看 你不用加花加什麼加來加來加去 以後他長大之後 你就可以說 女兒 你看老爸當初跟你照得這麼的漂亮 他不是非常感謝你嗎 再來我們談命可以自己改造 可以嗎 可以的 命可以改造 命是自己可以改造的 只要你轉煉 轉煉 都是最好的 不管什麼環境都是最好的 只要你在那種環境之中 你有想要成長 自然而然他是會成長 他是改變的 他是改變的 你懂得改變就有機會 不懂得改變你就沒有機會 所以養成好的習慣很重要 有一個顏料環 他被算命先生算說 他53歲就會死掉 他不會做官 他沒有主女 就這樣 他是不是幾歲會考上什麼 秀才什麼在職務上 考第幾名都非常準 到最後他也很傷心 也很淡定 結果賠了一個引古禪書 在殘舟的時候 那個禪書發現這個人功力很強 很淡定 以為他境界很高了 就問他說你不簡單 你一個平緩的機師 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境界 你當下怎麼會那麼的淡定 他說我沒有淡定也沒有什麼 反正我的命運 那邊一切都被限制住了 他說怎麼限制 結果那個 官友算的孔先生說 我幾歲會怎樣 幾歲會怎樣 我說算好都很準 幾歲考到第幾名都很準 他說我53歲會死掉 我沒有主女 我孫子考不上大關 就考上下面的第幾名的階 那些秀才那一幾的而已 就是這樣 他說你錯了 你錯了 命運是可以改變的 命運是操作自己的手中 只要你捆改他 像會隨著心改變 像會隨著心生 你的像 只要你有修你的像會出眉散目 你要殺人就有殺人的臉像 你相信嗎 你欠錢的時候也有欠錢的臉 你相信嗎 欠錢笑的時候眼睛不會笑 他笑的時候嘴巴笑 是是眼睛沒有神 人 春風得意的春風的臉 結果他把他開竅說說 你長期下來嘴巴說好話 一直做好事你把他記起來 他立下的要做一千功一萬功 一萬個善一千個善這樣 命運改變了他太太生了一個小孩 他還考上了他還考上官了 整個兵都改變了 包括到最後他的年齡 壽兵也加長了 加長到七十幾歲 都改變了 所以你要相信 只有你認真修認真辦 會改變的 所以說沒有關係 你目前的環境如何好話都沒有關係 你的頭腦好話都沒有關係 貫折為師 只有你在某個靈異裡面 你做習慣了 他久而久就會成為老師 重點在說 你有多餘的時間 你裡面三書並行 財書法書無畏書 你能做的 你能度的 你能工作的都好 你做的越多 功德越大 自然而然就會改變人的一個命運 這是我們這三十幾年來 我整個修辦道的經過的感覺 命運開始可以改變的 這是炎了丸的改變 我看了他的故事之後 我們從小 我的祖女從小 我就給他聊天兩百塊台幣 每個月都是做兩百塊的好事 做兩百塊的好事 也不會去影響我們家的生活 這養成他人又習慣 然後來這裡拍桌子拍一次 有拍過一次的敵手一下 裡面沒有十個人排 你做的人就是要一點功德給排的人 排的人就賺功德 你走了之後還是有人打殺 你沒有感覺這整個裡面 教室都會當清潔嗎 對 都有人在做 你沒有感覺廁所也很清潔嗎 那個中興大學的教授 來散過我們的廁所說 哎唷 那個廁所怎麼那麼清潔 設備那麼好 因為學校的配備都比較差 你知道嗎 我們在這裡 他說懷念我們的廁所 無數不公德 每個地方都是公德 每個地方都有公德 當下要做的時候你要給人用的時候很舒服 那就功德 所以我們人上廁所都自己擦 就自己擦 要用的時候擦 用的時候沒有擦 你能不能養成習慣 用的時候把它擦清潔 給第二個人用的時候非常好用 能不能這樣 都是做喔 都是做 你自己用的時候你擦 你用的時候你擦 你用的時候你把它擦好 給第二個人用的時候更好 那不是很好嘛 所以我們離開從小培育小孩子 就要做 這些都是公德 就要在這裡跑來跑去 一直做這些工作 學業都慢慢進步 本來是開低啊 走高啊 要增加那些智慧 增加智慧 拍椅子拍桌子沒什麼 跟著打擊 跟著彈琴 跟著拉弧琴 跟著手繪 跟著大動唱 學了一順的功夫 學了一順的功夫 好 所以你看到最後 他就給他的主女 四個信 立命之邪 定下了你的方向目標 你要定下你的命 第二 改過之法 他就是要做不好的事情 要改過 第三 積散之方 做好事 不斷地做 不斷地做 謙德之效 不斷地謙卑 四個步驟 改變了他們錢家的命運 所以福報和功德是不同的 福報就是你拿一個錢去救 這樣會得到福報 但是你在侯堂裡面所做的 這是一種功德 因為這個地方是在造就一個人 是一輩子的 你沒有感覺你到底通了之後 你修道會修一輩子 會不會 你一輩子修道會不會去庇佑的你的祖先 會不會庇佑的你的祖孫 會啊 會啊 所以這個 就做功德 那福報的東西你救自己人家 這一餐飯出完就完了 就是這個福報而已 所以常常做好事的那種人啊 他會得到福報 你在道場施捨的人啊 你會得到功德 所以功德和福報是不一樣的 六主談經的燦輝禮裡面就說啦 迷人修福不修道 他一直只要懂得做好事而已 但是他沒有修道 主言修福便是道 他以為說做好事就是道 不是的 不修共養福無邊 你不修共養的時候福是很大的 那心中山樂圓來造 沙道淫 貪稱吃 這些才是問題的所在喔 來 一將修武亦滅罪 因為你做好事就是在滅罪了 其實那些還是在 霍術得武罪還在 有時候有福氣啊 當然那些罪還在 所以今天我們透過清口 通過修煉 透過懺悔 我們除了要得了福報 我們甚至要 要不要得什麼 得功德 更要得功德 因為以後我們能帶走的 就是靈魂本質能帶走的兩件事 一個是罪過 一個是功德 所以你透過修煉的時候要減少罪過 減少罪過 你才要補上功德 才能增強你的功德 這是很重要 所以不要把福報和功德混在一起 你當救濟 這是一個福報而已 他今天你不是做救濟 你是一個屬靈魂 他的靈能提升 能懂得那個來出路 那個境界是不一樣的 你沒有聽說一個做福報的人 他是有錢人而已 他今天修道的人 他到最後 他是會道成天象 名流 人間可以成聖 可以成顯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一題命好 不知習慣好 就講到這個地方 希望各位同修以後聽完這個課之後 慢慢透過人的修煉 透過人的懺悔 來改變我們人不好的習慣 祝大家家庭美滿幸福快樂 謝謝 謝謝